每三年办理一次的全国金牌农村竞赛 今年10月初花莲出赛报名起跑 37个社区最终评选出前13名 29号结果出炉 出赛结果最终由受风休闲农业区及光复乡大全社区获得金牌 两个社区各自分享心得 而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也表示 后续将由水土保持署花莲分署接力辅导 并适时的给予协助 期盼在全国赛夺得冠军为花莲争光 引进德国模式 每三年办理一次的全国金牌农村竞赛 10月初花莲出赛报名开跑 今年主题寻找心中的桃花源 吸引共计37个社区参赛角逐 历经初复闪两阶段 评选出金牌农村前13名 29日上午第三届花莲县金牌农村出赛颁奖典礼 揭晓最后金牌得主 分别是寿风乡寿风休闲农业区及光复乡大全社区 前一次有参加过金牌农村 但是我们是用风山社区来申请的 这一次想说把整个服务的范围扩大 所以我们用休闲农业区来申请 休闲农业区其中就包含了风山社区 也含在我们的休区范围内 所以我们的整个情况 包括生产生态生活还有未来 这四大面向我们就整个扩大 然后我们因为在这四大面向 当然评审来现成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部分是需要再改善的 尤其是在可能是在我们的生坡面 可能要再加强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也都会在进入全国赛的时候 我们会再去做加强 因为我们大全社区这一次 参赛有几个特色 其实不止大全社区 我们还结合整个大马滩 还有整个我们平生周边的区块 做一个整个整体链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马滩社区 整个生态非常的丰富 而我们大全社区产业非常的丰富 还有我们马滩社区往北的时候 我们整个部落的一个文化面非常的多元 所以我们这一次会把做一个全面的整合 来参加金牌农村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选拔 那主要是这两个社区除了在地的一个自然景观 都有在地的保存之外 他们有结合了在地的产业 然后串联让组织面向跟资源面向 可以完整的呈现 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整合 然后社区的凝聚 能够在我们全国赛里面 为花莲夺得金牌 那其实后续的话 花莲县政府会持续陪伴我们的社区 进行我们不管是在地的一个实力榜台 怎么样进行 或者是我们的简报上面 怎么样更加的精进 都是我们会跟社区一起来努力的 不论在服务范围或资源整合的组织面向 两位出赛金牌得主 都在生产类、生活类、生态类以及未来性 有效整合规划 并展现出拼进决赛的企图心 接下来将由农业部、农村发展 及水土保持署、花莲分署接力辅导 县府农业处也表示将持续提供适时协助 且判在全国赛夺得冠军 为花莲争光 记者蒋帮燕华临时报导